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華為創辦人任正非在接受媒體訪問時提到 說華為系統要超越蘋果和Android 需要一段頗長的時間 但不會超過300年 這番說法引起網絡一片熱議 任正非就被問到 華為的P40手機當中已經沒有Google的東西 答載的是華為自家的鴻蒙系統和HMS平台 這樣跟Google相比 這個自家的鴻蒙系統有什麼優勢 任正非就回答 Android和蘋果的操作系統在世界的銷售量是巨大的 消費者就已經熟悉了這兩個操作系統 而華為作為後來者 要等到消費者認同 是相當困難 所以說 華為的操作系統想要超越Android和蘋果的話 就需要很長的時間 但是 不會超過300年 因為華為的操作系統剛剛才開始 而Android的系統當中 已經有280萬個手機apps 華為就只有1萬多個 有著巨大的差距 就算華為的系統有優點也好 也要消費者體驗過後才會得到認同 我真是相當奇怪 作為一家跨國的科技公司創辦人 怎會說得出300年內會超越蘋果和Android系統 那麼搞笑 大家都知道科技的發展是一天千里 不要說300年 就算是三年之間的科技都可以相差很遠 300年就是三個世紀 三個世紀以前就是1720年 當時英國工程師Thomas Newcomer 他將以往的蒸氣機改良了 發明了第一部工業用的蒸氣機 直接推動到工業革命 當時中國還是康熙做皇帝 才打准國耳 當時用的是什麼科技 正正在這個轉捏點 300年之後的今天 外國就已經在科技上 遙遙地拋離了中國 現在你還說要300年之後才超越蘋果和Android 到時都未必有人再用智能手機 任老闆怎會說這些話 難以理解 還是他在說300年之後 華為的系統終於可以超越2020年的蘋果和Android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真是近磅一點 你說300年之後再講什麼智能手機 或者是搭載在智能手機上的系統 會不會遙遠了一些 我們回想一下30年前我們還有電報 我們還有Call機 BB機 傳呼機 我們當時還在用大牛龜大水牛的大哥大 30年後的今天都已經換了人間 還說到300年那麼久 分分鐘三年之後 美國又會推出一些新的民用科技產品 來取代智能電話都未定 這位任老闆不單說到華為的系統如何發展 而且他還批評歐洲美國和日本 他說這些國家將產業鏈向本國轉移是錯誤的 因為經濟就一定是走向全球化 只有全球化才會有競爭力 沒有全球化就沒有競爭力 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單獨構建一個全要素的能力 單憑一國之力要搭建全要素產業鏈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如果他說一個正常和健康的經濟體 絕對是說得對 沒錯 不過在利潤以外 歐洲美國和日本 就有政治因素的考慮 他如果將政治風險都加入這個考慮之列 別人就會選擇走投 只是說這次全球大流行的疫情 別人見過鬼都怕黑 真金白銀走去你那裡投資設廠 生產這些個人防護裝備 醫療設備 原來得到生產以後 你又去諸多阻撓 待會又說要扣關 又說不讓出境 這些路路搞一大輪才能讓他運送得到 為何人家要設廠在你那裡 握頸就命 不如搬回自己國內 又可以提振本國的工業中興 又可以增加工作職位 成本當然會上漲 但是這些國家自己貼錢給企業 肯定會提供稅務優惠 地皮優惠 你用不著跟別人優惠 就算說冷戰之前 都沒有那麼多全球化 你當時中國都沒有血汗工廠 九十年代開始才是 那時候那些血汗工廠 又開始藍移 很多廠家就借商成毒 本來人家 一棟就不如一正 打算在你那裡 繼續來生產 現在還沒有訂單 對了 捲隻走人就去了 越南、柬埔寨這些國家 撤廠 你自己的任正非都提到 目前 中國大量的中低端製造業 都在向越南和泰國等國家轉移 美國又想打壓中國的高科技產業 中國製造業 正好是處於中間層 一定是很困難的 不能有太多的幻想 反而這個判斷就正確了 至於他講到那句話 沒有全球化就沒有競爭力 對於西方文明國家來說 沒錯 將產業鏈遷回本國 的確會造成生產成本上漲 但是對於中國的影響就更加之大 到時候 所有外資走投的時候 你是不是自己撤廠請回那些工人 請就不要緊 有沒有訂單 當那些廠家 搬回自己的國家生產的時候 到時候 比拼的就不單止是價格 還有什麼 是產品的質素 你作為一個用家 到底你會買 Made in USA Made in Japan Made in China 的一個貨品 沒錯那個價格一定是差很遠 一分錢一分貨 只是外國製造的產品 貴之餘 它還耐用很多 至於中國的產品 你到底將價格可以壓縮到多少 比泰國製造 越南製造 柬埔寨製造 正如你自己任正非所說 那些中國中低端的製造業 都慢慢向南方來再遷移 到時候 你又有什麼競爭力 若然這個全球化真是 走到盡頭的時候 實質對中國的影響 才是最大的 接著我們又說說另一件事 就是這個中國銀行 原油保事件 現在就爆到七彩 很多苦主走到各地的中國銀行分行 是上訴和維權 根據大陸媒體財新周刊的揭露 原來中國銀行的原油保客戶 有6萬多人 涉及款項到42億人民幣 所有保證金損失之餘 這6萬多人還要道歉中國銀行 超過58億元 所以總損失是超過100億 目前有1000多人 聯名打算 提出集體訴訟 起訴中國銀行 除了要追回保證金以外 還要求賠償 這班人真是在做春秋大夢 其實這個所謂的原油保 到底為什麼會爆煲呢 主要有幾個原因 第一 銀行方面 沒有幫客戶 進行斬倉 本來銀行向客戶兜售這個原油保的時候 就跟他們說 這個產品就不掀揭到任何槓桿的東西 所以就使得很多客戶大安止意 有些人還想著要長渣 銀行又跟他們說 設定了一條兩成的平倉線 即是說 當客戶損失超過八成本金的時候 銀行就會幫客戶斬倉 強制離場 那有些客戶也聽到 最多也是八成 我還有兩成渣辣 所以就紛紛落搭了 這六萬多有 第二就是 就是這個原油保的設計有缺陷 其實不是只有中國銀行有原油保 其他銀行一樣有類似的產品 為什麼唯獨是中國銀行會出事 就是因為其他銀行 就不會調到禁運 去到每個月的結算日 才幫客戶轉到下一月的倉 但是中國銀行又不是 因為他就設定到最後一天 所以就轉不及了 只不過你不夠他爭辯 為什麼呢 因為有些銀行中人指出 原來在原油保的章程 那些細緻條款當中寫到明 就只會在中國時間8點到22點 北京時間 即是晚上10點 會執行警告和強制平倉活動 所以當日就算跌穿五成這個界線 都不會有警告 跌穿八成都不會幫你強制平倉 為什麼呢 因為已經是去到中國時間的凌晨 所以中國銀行就沒有違反到章程 最慘的是什麼 現在有些所謂原油保的苦主 走出來跟媒體說 自己道歉中國銀行 是幾百萬 甚至乎是千多萬 但是中國其實是沒有個人的破產制度 只有企業破產制度 所以你欠銀行的錢 真的欠到天腳底都會追得到 而且大陸是行一套 就是社會信任制度 如果你是欠銀行錢 那就麻煩了 分分鐘就會被人列為社會的失信人 乘高鐵乘火車又買不到車票 機票又買不到 什麼都做不到 那就真是 一輩子都玩完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